2.6,黄磊心基于深夜食堂评分2.8,极光之恋关小彤,马可主演,豆瓣评分2.2,刷新烂剧新高度,不过还不是最低分,据说豆瓣最低分为2分,极光之恋再加把劲就可以达到了。 关小彤和马可都是有一定知名度和粉丝基础的明星,演技虽不敢说很好,但演偶像青春剧糊弄一下,粉丝还是可以的,不至于演得这么烂啊,这次网友们可不把这个锅推给了两位主演。 关于这次评分低的原因,绝大多数网友认为编剧可以的话,只要导演不是太差,作品都不会太差,其实编剧才是灵魂所在,好剧本可以当成小说看,不一定需要看影视剧,看看拍的许多剧,都是由热门小说改编的。 然而想说之所以出名,就是因为情节和语言写得好啊,你照着拍就行了,要是太长,一次拍不完,可以一卷一卷的拍啊,先拍一卷口碑和收视率都好的佳作,还怕续集没人投资。 当然拍好的前提是要物色合适的演员,不能谁有名请谁,都不考虑演剧和气质。 其次是内容的问题,玛丽苏剧这两年已经遭到网友抵制。 第二个,这部剧用粗质烂造形容再好不过,里面的配音,背景无一不再显示这部剧的浮夸,这样的剧本,无论多大台的人都无法拯救。 那么,演员该如何做呢?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,现在的年轻演员根本不会选剧本。 一方面说着要打造优质作品,一方面却为了人气不惜自降身价,演一些弱智角色。 从网络上曝光的数字来看,这部剧的投资竟然有两亿,一个什么样的电视剧,会花费如此多钱? 大海是抠的,衣服也不时髦,电视剧打光也一般,里面的演员除了男女主,几乎都是新人。 这部作品要不是随便报价,要不就是主演拿走大部分资金。 评分那么低也不是没有什么道理的,评分低是一回事,因这部剧,两位主演都不同程度遭到网友的吐槽。 关小彤你也是拿过白玉兰奖的女星啊,怎么就跑去拍了这么一部烂剧呢? 再多拿几个奖,都不能挽回你的名声了。 奉劝各位年轻流量